医护人员照顾病患每天都暴露在高风险的环境 这对抗病毒真的是心理压力大 而为了第一线来加油打气 新竹市的玉山狮子会与企业就共同捐赠装有 薰香精油和酒精瓶 共900份的防疫包给中医大新竹副医 要帮助医护来舒缓紧绷的压力 一箱箱纸箱整齐摆在医院门口 一偷装着要给前线医护的口罩和酒精瓶 中医大新竹副医举办爱心防疫包捐赠 为辛苦的医疗人员加油打气 他们已经经过一年的疫情 严峻的一年多了 然后我希望让他们每天要有一个好的空气 所有里面防疫包里面有口罩 还有香精油跟一个磁口 还有酒精 然后他们可以随时放在身边 不要闻大叔每天都是医药的味道这样子 然后希望他们很幸福可以过个好眠 所以我觉得这次送是全部每一个医副人员都有 所以是900份 水蓝色防疫包中装有薰香扣 随身酒精喷瓶和香粉精油 都是爱心团队所捐出 要用来守护防疫前线战事 因为看见第一线日夜照顾病患 每天曝露高风险环境 战战兢兢与病毒对抗 承受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竹市玉山狮子会就携手祥玉国际同计会 与天心国际公司 共同捐出900份防疫包给中医大新竹副医 希望透过天然精油薰香 能舒缓医疗人员紧绷工作压力 小巧酒精瓶也能随身攜带方便消毒 中国医药大学新竹副社院 非常感谢各单位在疫情间 捐赠给我们这个护理人员 医护人员的防疫包 那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在疫情中大家都很辛苦 尤其现在又有Omicron进来 那其实Omicron大家不要害怕 就是戴好你的口罩请洗手 那接触的距离保持就好了 那其实没有那么的恐怖 所以大家加油 送上温暖防疫包 要与医护人员站在一起 做白衣天使与医师们的最大后盾 也要为台湾社会带来满满正能量 中文字幕製作者 杨茜茜茜